随着《画江湖之不良人》第五季第十一集的开播 《画江湖之不良人》第五季现在也已经接近尾声 还有一季这一季也就要完结了 不过在这次最新更新的《画江湖之不良人》第五季第十一集 却是出现了不少的彩蛋和伏笔 其中尤其是玄冥娇四大师祖之一的银沟 倒戈仪式最让人意外 细心的小伙伴们应该已经发现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在《画江湖之不良人》第五季第十一集中片头曲的画面变了 其中阿姐换成了银沟 而且棋子的颜色也变了 在之前的片头曲画面中 阿姐的棋子是以白色为主 但是换成了银沟之后就变成了全黑了 棋子的颜色也就意味着 阿姐和银沟所属的阵营会有所不同 白色棋子代表的是李星云一方 黑色棋子代表的是李四元一方 之前阿姐的棋子有黑有白 其实就是在说阿姐的定位比较中立 如今银沟的棋子全黑 那也就意味着银沟所属的阵营 会确定是李四元一方 从阿姐银沟这个棋子的变化来看 银沟将会倒戈李四元 并且由于李四元和李星云的对立关系 将会和李星云等人为敌 现在银沟的身体暂时由阿姐所掌控 阿姐掌控身体的时候 还不会和李星云等人为敌 但是如果银沟夺回了身体的主导权之后 就不一样了 小不点推测在后续剧情中 李四元很有可能会和银沟达成某种交易 最后银沟也因为交易加入了李四元的阵营 而且加入李四元阵营的银沟 应该是已经可以压制住阿姐的这个人格 而且根据官方介绍 我们得知了银沟的实力 官方在介绍银沟的时候 用词是玄明教四大师祖最强战力 这也就意味着银沟的实力 远朝侯卿和汉拔 随着银沟加入李四元的阵营 李星云这边侯卿和汉拔两位师祖的优势 恐怕也会荡然无存 小不点推测最后在第六季的时候 四大师祖中的最后一位师祖江晨也会登场 各位小伙伴们 你们怎么看待银沟棋子由白变黑的事情呢 你们认为银沟是否会倒戈李四元呢 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 小伙伴们